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我是 Miss Kent 我是来自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小学 我想现在我遇到的最大问题 就是学生很害羞 他们说话很多时 因为这几年的疫情 他们跟同学之间的接触比较少了 所以很多时如果叫他们出来说话 他们都会比较害羞一些 所以我们要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鼓励他们 又或者给很多不同的任务或者情景 让他们在课堂里面觉得 学英文、讲英文其实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让他们可以有信心点出来回答问题 和去表达他们的英文 其实没有什么地方秘方 沈和我拿到这个Best of the Best的奖项 其实全靠他自己的学习态度 我就会用一些电子的方式 剪了一些短片 让他们自己试试学 一路学一路回答 然后回到课堂的时候 我就会鼓励一些学生 有些学生做得很好 我就会赞赏他 也找到学生的一些难点 会在课堂里面再加以讲解 在课堂里面 我都会使用一些不同的电子APP 去帮助我了解不同的学生 和我有一个互动 其实我觉得 Hayden 沈同学 你的态度非常之好 Mr Kay 非常之欣赏你 我最记得 就是去年度 带你参加朗证的时候 我无论一个 Hayden 一个这么害羞的男孩子 她竟然勇于举手参加朗证 亦都在训练的过程里面 看到你去年 学会了一些朗证的技巧 而今年Mr Kay 不需要指导你 有很多地方 你自自然也 都用回之前Mr Kay 教过你的 一些 facial expressions intonation 来到去 在那个位置一讲 你就已经明白 所以我觉得 你的态度是非常之好 亦都是将老师所学过的东西 你教过你的东西 你都深深地记住在路里面 我是非常之欣赏你 希望Hayden 再继续努力 加油 还有我最喜欢的文革研 就是叫做 Education makes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句话呢 就是我做教育 其实就是很深深感受到 一个小朋友 他好与不好 其实他第一张白纸 是由透过教育 去令到他们 变为一个充满了知识 充满了技能 充满了好态度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透过教育 就算有些不可能的事 都可以变成可能 正如刚才我说 Hayden 沈同学 他可能初初是一个很害羞的小朋友 透过我和他一起努力 一起去训练 一起去学习 他现在就变得 说话头头是道了 其实在我教学里面 我都觉得 很多时候都会反思 其实小朋友做得不好 或者做得好 究竟是不是有些地方 我做漏了 是不是有些地方 我也做多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所以很多时候 这句话都经常提醒了我 自己要记住 每一段时间 每一个阶段 我都要时刻提醒自己 其实我们教育的意义 就是让小朋友 吸收到好的知识 技能和态度 所以我希望透过教育 可以令每一位小朋友 都发挥到自己的所长 自己的talent 是让他们可以发光发亮 所以这句格言 令我最深刻的 TOEFL BEST OF THE BEST BEST OF THE BEST BEST OF THE BEST